因为我们现在现实邮件 在周六跟周日 就没有投递嘛 连续假期结束以后的 第一个时间点 第一天就投递了 也没有变慢 再贵的话我们还是一样 都还是要去记啊 还是要考量到说 这个邮局员工的这个福利吧 近台180公克是25块 假日邮局不能记现实 有人觉得没差 但也有民众反应 在2月8年假前记现挂 本来应该隔天就到 因为连假变成要四五天 现挂顿时变成平行 费用却还是加了现实的七块钱 邮局则回应 既见窗口都会告知民众 假日不投递现实邮件 由于用户也变成立修受灾户 谢金河更直言 这制度把台湾人传统肯拼 能拼的美德打垮了 整个台湾的速度都变慢 原先习惯的那个速度跟那个服务 到底是不是在符合劳动者权益的状况下获得的 力受冲击持续发酵 台湾的竞争力恐怕也成了牺牲品 东森财经纪文 邀请和困员台北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